10分钟的恋爱 在我这个世代是超红的 你们怎么会去挑到这首歌 我相信其实唱片公司的那些老咖们 应该会用 资深专业音乐老师们应该觉得 他的生命当中重燃了一种新的火花 其实那个时候在 蛮意外的 其实那时候在AMR的时候 然后当然就是我的唱片公司们 他们就同事们他们就提到说 要做新的东西 例如说可能帮我共同地去想人设 或者做什么 可是那时候我就提议说 其实我想要翻唱的是旧歌 然后当然这中间一定会有一个 他们是问号 然后我就要跟他们解释说 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是演唱新歌 那每个人都想树立自己的目标 可是我觉得观众认识我的时候 他已经知道我是谁了 我反而不一定要硬要去强迫他们接受我一个新的目标 反而我觉得我可以尽一份心力是说 如果我可以让当年的音乐 被现在的年轻的听众们 哪怕是国小国中生他们听到觉得是耳目一新的感觉 然后重新因为我的关系 而想去认识当年一些回忆上的东西 甚至他们可以跟他们的爸妈去探索一个故事的过程 我觉得哪怕我可以帮这个时代的交流做一份心力 我觉得这是我翻唱这首歌最期待的一个本质 那我很开心是像十分钟的恋爱 有一些粉丝他会说 我在听的时候我妈妈耳朵直接打开 然后跟我聊天 促进亲子关系跟世代和谐 对他就说这就是那个啊谁谁谁 然后妈妈就开始跟他说故事 然后还有人留言说 我妈妈跟我说这个是谁谁谁唱的 然后跟我说当年这首歌怎样怎样 五登奖什么 他可能就说他像我遇到一个男生说他爸爸跟他聊说 当年他下课十分钟做的事情 那我觉得如果一首歌可以带给大家的能量 是让你跟你上一个世代的父母们 或是说长辈们他们去做一个故事上的交流 我觉得其实这就是一个很棒的能量 其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发现展榮跟展瑞 真的是兄弟情感很深 而且默契非常好 你知道在IG的hashtag上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hashtag 那个展榮是好哥哥 你知道这个hashtag吗 真的不知道 好像是粉丝那种 我觉得节目蛮用心的 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个hashtag 我有看过这个 对于这一题弟弟有什么话要说 我 怎么了吗认同吗 因为没有因为我有看过这个 刚不是要先认同在LTM吗 我是认同 其实我真的觉得展榮是哥 对嘛这样就好啦 好哥哥 对 对 对 那爱比较难说出来啦 我可以理解 家人的爱比较难期止 但你知道就是有些时候我们常常说 夫妻不见得一定要一起工作 可能很容易有摩擦 对 那你们是双胞胎兄弟 然后工作生活通通都是在一起 不会腻吗 而且这到底很妙 我跟展榮以前有同班同学也是别的双胞胎 然后你如果跟别的双胞胎说 诶我问你哦 你是双胞胎吗 对啊怎样 他们的表情是不悦的 因为你觉得这辈子我都跟这个人黏在一起 对对对对 我要讲的是说 因为我跟榮小时候 我姐姐曾经看到我们两个人 就是还在不会讲话的时候 然后我们会拿玩具 然后她说 这不就是双胞胎自己的语言吗 就是我们在还不会说话的时候 我会这样 大家说 已经可以沟通了 我们用嗯就已经在沟通了 而且甚至像家人在聊天一样 她知道我在干嘛 我们在半家家酒在弄东西 然后完全都只是用嗯嗯嗯在沟通 然后我姐就说 哇你们从小就有一个自己的语言 然后到大学的时候 我们常常有时候我们在吵架 应该说现在来看应该是真的是在吵架 但她不觉得她在跟我吵架 我也不觉得她在跟我吵架 然后同学每次就很着急 一直想要来劝架说 好了好了啦 我觉得哥哥也没有错 弟弟也没有错 一直要来和事老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一起说 我们没有吵架啊 我们哪里有吵架 我们没有吵架 后来才发现说 因为我们小时候 相处已经习惯了 其实我们没有觉得我们在吵架 那只是你们沟通的方式 对 音量比较大声 外人看起来像吵架 就是在吵架 但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我们能够很直接的讲真心话 所以我们没有对对方 感谢您的感觉 谢谢您的感觉 谢谢您的感觉 谢谢您的感觉